厨师大火快炒香气四溢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愉快的用餐 只是民众宁愿坐在户外 也不愿在室内吹冷气 原来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室内的椅子通通搬到圆桌上 业者表示因为担心互相传染 民众更愿意待在室外空间用餐 因此店家干脆直接关闭室内空间 坐里面的还是比较好 只是因为最近房里在室外的 外面空气比较好然后通通 但是现在房里的时间 我觉得户外反而是比较安全的 另一家热潮店也可以注意到 户外座位坐满满 生意非常好 但室内却还有许多空位置 像我之前在服务 它是属于比较密闭式空间的 那实际上大概掉了 大概五层到六层 那我现在掉至这边 只能走空置的 那我的宴气反而成长了 大概有两层左右 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 餐饮业大受打击 许多老字号的业者都撑不住 纷纷歇业 但拥有户外座位的餐厅 却变成民众在这波疫情下 还可以享受聚餐的地方 记者孙杰和孟茜新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